本视频由Y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 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子实验室 我是歪叔 还认识这只螳螂吗 对 就是这群刚孵化的小螳螂中的一只 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 看它的赤牙已经很饱满了 也就是说 再退一次皮 就要羽化成成虫了 但就在前几天 一次喂食的过程中 被一只只剩下一半身体的蟑螂 咬断了一条后腿 它的腿刚断的时候 伤口流出了很多浅绿色的血液 现在已经愈合了 大家知道 昆虫的再生能力很强 掉个把腿什么的没事 很快就能长出来 那么大家猜猜看 这只螳螂还能长出新的腿来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天一大早 我发现螳螂退皮了 这就是螳螂退下的皮 少了一条腿 接下来我们把螳螂取出来 看看新的腿有没有长出来 看到没有 长了一条小腿 不过这条腿实在是太小了 节肢动物如果断了腿 会在每次退完皮以后长出来一点 如果要长成跟原来一样大小 需要退好几次皮才可以 这只螳螂现在已经是沉重了 不会再退皮了 所以这条腿也只能长这么 本视频由 Y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 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子实验室 我是歪叔 这是一条青道夫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热带鱼类 在国内几乎没有天敌 所以只要温度适宜 青道夫就能肆意繁殖 现在在我国某些南方地区 已经泛滥成灾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放生青道夫了 不过在家里养几条青道夫 清理青理鱼缸还是可以的 说到青理鱼缸哪家墙 那非青道夫莫属了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测试 青道夫清理鱼缸的能力 到底有多长 这是一个外面捡来的玻璃缸 应该是有些女分了 我也不知道他之前经历了什么 现在我把青道夫扔进鱼缸里 看他的嘴巴像个吸盆一样吸在鱼缸壁上 呼吸的时候 不停把水从鱼缸壁上往嘴里吸 顺带着把青苔和水垢一起吸进去 吃下去 可能由于这些青苔和水垢实在太结实了 清理过程不够明显 那我们过几天再回来看看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我把鱼缸里的水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水变得好脏 底下有好多青道夫的大便 可以看出青道夫确实在清理鱼缸 换上干净的水以后 再看这个鱼缸 明显比之前干净很多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 看这个鱼缸壁 又比之前干净了很多 鱼缸底下全是被青道夫清理下来的水垢和它的粪便 这水真脏 全是沉淀物 现在是第三个星期了 刚刚已经换过水了 看鱼缸已经非常干净了 剩下的这些褐色的水垢确实很硬 我用手指都擦不掉 也难为这条青道夫了 现在是第四个星期 看这个鱼缸多干净 虽然还是有零星一些污垢 但与之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缸 看来青道夫清洁鱼缸的能力确实非常强 本实验足足花了我一个月时间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青道夫是入侵物种 千万不要随意放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本视频由Y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 独家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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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助